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我们西太平洋的两个台风 第一个是狮子山台风 对我们台湾比较没有影响 但是未来会持续朝这个西北方向移动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海南省附近 或是中南半岛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就是原规台风 预计未来会持续朝西北方向 往巴士海峡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大概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会最接近我们台湾 那么我们台湾的东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 会受到它外围环流云气的影响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雨势 但是今天来说的话 我们台湾今天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东半部有局部零星的短暂战 与西半部的话相对是比较起来稳定 那么从云路上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原规台风其实现在的结构还没有很扎实 它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云团 但是没有整合在一起 那么未来也会持续的逐渐的这个整合 那么目前两个都是轻度台风 来看一下未来的这个云跟雨的预测 来看到这个原规台风会逐渐朝西北方向移动 可以看到礼拜天晚上 我们台湾东北空决定增强了 礼拜一礼拜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云气的影响 东半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雨势 礼拜三之后台风逐渐远离 但是还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雨势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的影响最显著了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之后 还是有些残留云气的影响 所以东半部要特别的来留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降雨的区域 最主要就是礼拜六今天是东半部 礼拜天的话其实也是东半部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 但是到礼拜天晚上 随着台风慢慢接近风向转了 从原本偏东风转成有点偏北风到东北风 所以北部东北部慢慢有一些雨势 礼拜一的话可以看到随着台风接近 外围环流云气的影响 到礼拜二我们东半部地区 会有相当明显的雨势 除此之外大台北地区的东侧 还有恒春半岛附近要留意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风会比较强一点 台风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沿海地区风浪的会比较大 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大家前往海边活动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发布警报的话就尽量 不要前往这个海边去做一些 危险的这个活动 来看一下未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测的话 最多的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尤其礼拜一跟礼拜二 东半部地区都要特别注意 雨势会相当的明显 还有恒春半岛以及我们的北部 要稍微注意 礼拜三的话 最主要是我们东半部 还有一些残留云气 跟银风面的影响 所以还是会有军部地区 雨势会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在温度的部分 来看一下在北部的话呢 低温是26度 高温的话 未来一个礼拜 在礼拜天之情还顺势比较炎热 32到33度 礼拜一开始之后 稍微往下降一些 大概在29到31度 中部的话低温是26到27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33到35度 中部因为是有被风的成降作用 所以有一些增温的效果 会比较炎热一些 那么空气品质也不是很好 来看一下南部的话 低温是27到28度 中午高温是36到33度 那么我们在今天晚上 各地的天气的话 可以看到东半部 还是降雨气率比较高 西半部比较稳定 但是陶竹苗到我们中江头 中部地区要稍微注意一下 空气品质 尤其是中部有机会到达 所以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 红色警示等级 陶竹苗也有这个橘色提醒等级 那么另外在明天的话 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 西半部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 中部还是要注意空气品质 东半部的话 降雨气率就会稍微比较偏高 甚至到晚上的时候 北部也会逐渐有一些雨势出现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这两天 这个明天 西半部还是比较晴朗炎热 但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其实不是太好 尤其是中部地区 东半部会有局部阵雨 那么在这个明天晚上 北部就会逐渐受到台风 外围环境雨势影响 但是真正影响最显著的是 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 北东部要特别注意比较大的雨势 另外还有南部的恒春半岛附近 天气也不太稳定 还有阴海风浪都会比较明显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